美国癌症协会2013年南加华人抗癌接力大会 昨天举行启动仪式 会中呼吁社区华人踊跃加入抗癌接力团队 成为大会义工以及赞助单位 美国癌症协会2013年南加华人抗癌接力大会启动仪式 在洛杉矶桥教中心举行 现任乔务委员南加州中国大专联合校友会前会长郑怡英 在经过抗癌疗程之后 特别公开现身说法 分享他个人成功抗癌的经历 有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关怀癌症的病人 其实你有你的心意他们是收得到的 适当的关怀就够了 因为癌症的病人真的需要休息 尤其他在抗癌的过程之中 他是很虚弱的 会中许多社区知名人士及民选官员出席 一同呼吁华人社区民众 积极参与6月22号在巴恩斯公园举行的抗癌接力大会 并邀请民众积极捐款参与成为抗癌义工 很常常听到不幸的消息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时候站出来奉献我们的心力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我们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 那我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把这个活动推广 会中病友年轻一辈参与 有位6岁的女孩将留了3年的12寸长发 减下捐赠用于鼓励化疗病童抗癌 并为正在抗癌的亲人打气加油 我的外公生病了 我要帮助生病的小孩 美国癌症协会圣马利诺高中分会主席孙德伦也表示 该校有数十位学生加入抗癌社团 表达学生们对抗癌活动的支持 每个人写5到10张 然后总共有很多张 都放一起寄给有抗癌的那种人 然后帮他们舒服一点 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有别人在帮他们 美国癌症协会欢迎义工加入抗癌行列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华人积极参与 想加入南加华人抗癌接力大会的民众 可以上网获取更多的相关资讯